大家好 欢迎收看蒙面财经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就是这个疫情会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乃至引发经济危机 我的答案是很有可能会 咱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几天 为什么新闻口突变 之前还是一直鼓励隔离 各地的隔离措施都越来越严格 甚至是湖北有些地方都是14天都不允许出门 14天都封闭在家里 最近几天的新闻风口 为什么突变了 突变了变成了鼓励复工 和两周前的新闻的画面 舆论的画面截然不同 除湖北以外 基本都放开了交通管制 鼓励复工 尤其是发改委 中央部门里面尤其是发改委强调 现在要做好 他强调做好疫情和经济发展的双线作战准备 如果没有利润的话 他是活得好不好的问题 他可能不会一下子死掉 但如果没有现金的话 就可能是能不能活命的问题 大家看这些行业 尤其是线下的这些行业 餐饮旅游航空教育培训 各种这种线下服务业 在这种疫情的打击之下 几乎都是有的甚至是挂零的 其中包括看票房产业 票房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只有100多万 但是去年同期是有十几个亿 基本就是相当于归零 只有千分之1.2 整个可以看到对现金流的冲击非常大 之前媒体采访了一个餐饮里面的一个标杆企业 在国内一个标杆企业就是西贝 西贝创始人讲它是三个月 它的现金流就算是考虑银行贷款 也只能撑三个月 最近清华北大有一个联合调查 就是85%的企业最多可以维持三个月 34%的企业只能维持一个月 其实这样也能看出来民营企业 就是中小企业的油气脆弱 本来这些民营企业在1819年 又压力非常大了 大家知道在1819年发生了很多的暴雷事件 很多大的企业都暴雷 在上市公司包括有一些千亿市值的 像康美药业 康德馨都发生了暴雷 包括去年12月的北大方正 也是几千亿资产规模的企业 也发生了暴雷 去年还发生了很多中小银行的 银行的暴雷事件 比如包商银行 锦州银行 横峰银行 尤其是横峰银行是比较大的一家 股份制银行在山东 后面到10月11月 甚至还发生了两家农商行的挤兑事件 一个是益川农商银行 还有一个是沿海银口银行 从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不管是企业还是银行 现金流都比较吃紧 其实大家知道个人的现金流 这些年因为买房的这种压力 包括房地产的这种大量的销售 大量的按揭 包括年轻人大量的使用花呗 信用卡 透支消费 其实在个人层面的现金流 也是非常紧张的 尤其是以青年年轻人为主 在政府层面 其实现金流也是不宽泛的 大家可以看到经常有些新闻 很多省市的财政支出压力非常大 经常都是要靠中央的财政补贴 还有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 才能够支付当地的公务员的工资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整个在企业居民和政府层面 现金流都是非常紧张的 这次的疫情更加剧了各个企业 各个市场主体的现金流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利润的话 如果没有现金流的话 真的就是变成了一个能不能活命的问题 巴菲特之前有一句话说 现金就像氧气 只有当你没有它的时候 你才能感觉到它的这种珍贵 大家知道民营企业对中国非常重要 民营企业创造了50%的税收 60%的GDP 70%的技术创新 还有80%的就业 由此可见 整个民营企业在整个就业方面的带动作用 有多么重要 这次的疫情 为什么到了现在画风突变 就突然非常鼓励复工 包括各个地方政府层面也在迅速的放开管制措施 就是湖北以外的这些省市 一个是当然也有数据的配合 对吧 湖北以外的疫情已经连续13-14天的疫情一直在下降 整个这样的话也创造了一个复工的环境 第二个更为关键的是什么 如果再不复工的话 中国经济可能真的是压力山大 尤其是现金流带来的巨大的这种压力 其实在1415年的时候 很多行业 就是传统行业 当时也是全行业的亏损 大家知道当时在1415年 中国经济也很困难 遭遇了一个周期性的一种困难 房子也很难卖 周期性的钢铁 煤炭水泥这些行业 甚至都是全行业的这种亏损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依然没有给中国经济造成致命的这种损伤 核心还是因为就是说 虽然没有利润 但是现金流 再便宜我也要卖 再便宜工厂我也要开工 现金流还是得到了这种相对的保障 再加上后面的刺激政策以后 救活了很多的企业 甚至包括房地产在内的 整个的传统产业链条 又得到了新生 好我们回到疫情 回到疫情 大家从另一个角度 也可以看到现金流的呵护 就是中央对企业的层面 各个市场租底层面 现金流的客户有多么的急切 从2月3号新年结束以后的第一天 在2月3号包括2月4号 央行就进行了放水 我们传统说的这种放水 进行了公开市场这种操作 投放了1.7万亿的基础货币 非常大量的基础货币 央行的负责人讲的是 保持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 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宽裕 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由此我们也看到 央行是非常担心春节过后的话 疫情导致企业现金流的短缺 而给经济带来的这种巨大困难 我们其实老讲放水 其实放水并不是万能的 放水的极限究竟在哪里 放水真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下次留一个专题 我们专门去跟大家聊一聊 实际上放水它是有这种局限性的 如果放水能解决一些经济问题的话 也就不会有维内瑞拉 不会有一些二流三流的国家了 好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经济体 就我们现在这种经济模式 为什么非常害怕没有现金流 因为我们从08年以后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轮的刺激 一个是08-09年的4万亿 还有就是13年的一次小的一个规模的刺激 再以后就是15年之后的这一波 所谓去库存 去库存三驱一降一补 这次的刺激政策 三次刺激政策过后 我们现在整个债务的压力是非常重的 大家知道高债务的这种经济 是最怕没有现金流的 一没有现金流的话 整个还债的压力就会压力山大 如果没有现金流的话 整个债务经济就非常容易空中解体 大家最近看到恒大非常猴急的 国内第一大的龙头企业 七五折销售 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抢夺现金流 实际上其实是现金流的压力 给房地产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大家知道房地产企业 它是一种对现金消耗非常大的一类企业主体 它其实甚至有些地方都很像一家银行 动辄都是上万亿的这种资产 和上万亿的这种负债的这种规模 房地产面临这种一季度的这种形势 疫情的形势下的话 恒大打响了第一炮 我相信它绝对不是第一个 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房地产企业会跟风 从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各个行业层面 不管是刚才我们讲的餐饮旅游 线下的服务教育票房 到房地产 到房地产 中国经济的一个定海神针 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都缺现金流 最近有一个 2月15号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也是和中国中科院经济研究所 有一个最新的报告 2019年四季度末 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分 在内的整个实体经济的杠杆率 高达245.4% 相比2018年上升了6.1个百分点 其实整个中国经济的杠杆率 一直在上升 从08年以后 从100%多一点的杠杆率 一直上到现在245% 逐年都是上升 只不过有些年份上升的多一点 有些年份上升的小一点 那18年19年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大家知道 很多的暴雷事件 包括P2P什么 所以说央行为了刺激经济 为了救经济 挽救经济与水火 它进行了很多逆周期的调节和刺激政策 它这个报告里面 预估2020年的经济增长压力可能更大 因为疫情的原因 估计整个宏观的经济杠杆率 可能还要再上10个百分点 其实我给大家讲 整个债务经济的 规模 杠杆到这个比率 也就只有中国 可以做到这么高 为什么 其实要在市场经济国家的话 早就有一些企业 发生债务危机以后 引发连锁反应了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海航 在安邦 这些都发生了大的债务危机 但最后都没有马上倒下 对吧 因为都有国家的这种救助 这是因为中国的这种体制 这种造成的 它可以把杠杆率推升得非常高 利用中央集权的那种力量 去救助很多薄弱的环节 去救助很多这种大型的企业 但是经济规律 这个是不能违背的 总有一天随着杠杆率升高以后 它会遇到面临巨大的这种压力 这是讲到债务经济体 高债务经济体特别害怕现金流 这次疫情恰恰又冲击了我们的现金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这么着急的进行复工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有时候有点在打架 地方政府地方主观 他非常担心疫情 他害怕疫情对造成大面积的爆发 然后影响整个当地方方面面的这种巨大影响 也害怕丢了这种乌纱帽 中央他考虑的层面是更为宏大 更为有前瞻性的 他认为经济的冲击造成的影响 丝毫不与疫情带来的冲击小 甚至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正所谓两权相害取其轻 他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发生经济或者金融危机的话 给整个社会包括给政府带来的这种压力 可能远远超过疫情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 一直在强调复工复产 尤其以发改委为首的中央部门 急切的督促 地方政府能够尽快的复工复产 好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说在经济疫情的两难之中 其实政府这是在寻找一种走钢丝 其实是在走钢丝 因为在复工的过程中 已经有媒体报道 在有一些企业已经发生了 在复工过程中有员工中招 有员工被感染的冠状病毒 感染以后 整个工厂就会迅速停工 马上停工 然后马上进行封锁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复工其实是非常难的 复工其实充满了艰难险阻 只要有一个员工发生病例的话 整个工厂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包括前天不是在流传说 隔离珠海的隔离电器 有员工的司机 有一个司机的儿子已经感染了 那么他们担心司机接触了很多人 整个司机包括他接送的这些员工也会被感染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在疫情和这种复工经济的两难中 政府是在寻找一条非常艰难的 非常艰难的一种平衡在寻求着 面对这种债务压力下的中国经济 整个这部经济机器 它不敢停 它也不能停 因为一旦停下来以后 就意味着更加猛烈的金融危机 甚至是经济危机的这种到来 那讲到这最后 我再讲一点 就是说就算是复工复产 那一定能够救经济吗 可能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一个是刚才我讲了 就是在经济复工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疫情的再次爆发 会有再次的这种传染 大家最近应该也看了很多 关于疫情的这种病毒的传染性 非常非常高 对吧 有很多无症状的感染者 甚至有百分之七八十的 都是一种轻症患者 有一些无症患者 包括潜伏器的患者 它都可能会传染人 这个隔离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有效的 更不要提 就是说你在复工复产中的话 如果一旦有一两个病例的话 是很容易传染的 这是一方面 疫情对复工复产 本身就有一个牵制作用 第二个 大家别忘了 经济的根本在于需求 如果没有需求 你复工复产 只是在单独的累库存 你的库存会越来越多 积累库存 库存的大量的积累 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消耗现金流 也是会给企业带来巨大压力的 所以说整个疫情非常的严峻 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是非常深远的 绝不仅仅是新闻媒体上 或者是简单的一句说是一个短期影响 它可能是很有可能演变成一个中期影响 远期影响 甚至成为经济危机 或者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所以大家不能轻视这个疫情 好 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